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属性 共享到我们的原型中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缺点 那如果我们处于效率来考虑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一些 将一些可重用的 将我们的属性或者说方法 放到我们的原型中去 那这样呢我们仅仅靠我们的原型呢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继承关系了 对吧 那因为原型中所有的代码呢 都是可重用的 那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说我们继承 像我们下面这个shape 像我们上个例子 shape.prototype 比继承newshape这个对象 所创建的实体要好得多 那毕竟呢我们newshape这种方式呢 会将我们shape属性设定为什么呀 shape对象中的属性 设定为自身的一个属性 那这样的代码呢 就是一个不可重用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知道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善 也来提高我们的效率 那首先我们要完成的第一点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例子 接着这个例子 16.extend 那第一点呢 我们就不要单独为我们的继承关系来创建对象了 就不用newshape了 那第二呢我们也要尽可能少的 来减少我们运行式的一个搜索 就我们js的解析器 在后台 当搜索某个方法的时候 尽可能让它去少的去搜索 那这样的效率 是不是又有一个提升了 对 那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更改 首先呢还是 shape拿这个对象为例 接着shape.prototype 表现一个name 放到原形中 shape 那再往下呢 同样的 还有这样一个toStream方法 toStream return一下 laste.name 这是没有变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 function 2dShape 也是通过它 把它加到我们的原形中 their prototype 等于谁呢 这一次我们不newshape了 而是直接把它的原形 shape的原形 付给我们的2dShape 那这样呢 又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那接着再重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 construct属性 prototype .instructor等于2dShape 好 那再往下呢 我们也可以来设定一下 我们自己的属性 2dShape .prototype 点内 等于一个2dShape 2d图形 那再往下 再来第三个 我们的tringle 同样的 有我们的边 和高度 在这儿 直接 设置一下 lase.side 这是没有变的 lase.height 再往下 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 继承关系 通过 tringle .prototype 等于谁啊 2dShape .prototype 完成这样一个 继承关系 再往下 来重置 我们的construct属性 等于 tringle 接着也来设定一下 它的这个 name属性 再来设定一下 这样一个共有的方法 是不是我们的get2方法 把它放到我们的原型中 return一下 lase.side 乘以一个 lase.height 除以一个2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还是来做一个测试 和之前一样 VR一个 maitringle 我们直接写卖吧 等于tringle new一个 tringle 5 10 接着得到一下面积 mait.get2 air 同样的也是25 来看一下 得到结果也是25 那接着我们来调用一下 toString 得到结果还是tringle 结果看到的是一样 但我们的js的内置 我们js在后台 做的操作就不一样了 来看一下 还是我们的tringle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js引擎 在后台 首先会查找 我们这个卖对象中 是否有了一个toString 是否有了一个toString 结果发现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 这时候 它再去谁啊 再去圆形属性中去查找 到我们的2D shape 圆形属性中去查找 也是没有 没有的话 再往上找 是不是又指向了 我们的shape 点 对吧 那这里边 是不是找到了这儿 发现了有这个toString 这里边有这个toString 所以说就调用了它 那更重要的是呢 这里所采用的 都是引用传递 而不是直传递 所以说这里的方法 查询步骤 由之前的那几步 现在变成了 只变成了几步了 两步 查询一下它 再查询到它就有了 之前呢是四步 对吧 这样就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那效率也是提高了 但是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呢 因为我们的子对象和副对象 是不是都是指向同一个对象呀 因为是同一个引用 所以说如果我们子对象 要对其的圆形进行了修改 那副对象是不是也是会跟着改呀 所以说之后的所有继承关系 都会是这样 那这一边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不幸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VR一个S 等一个new shape 这时候我们来console.log一下 s.name 那得到的是谁 来看一下 得到的不是谁呀 不是shape 而是谁 而是tringle 因为所有的对象 子对象修改了这个什么呀 name属性之后 所有的副对象 是不是也会跟着来修改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一个临时构造器的形式 来做这样一个解决 来看 可以通过临时构造器 再来一个例子 新建错了 新建的是一个JS文件啊 再来一个 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叫临时构造器呢 其实我们再来写这样一个盘数就可以了 当作一个中间面量的形式 就可以解决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所有的属性都指向这样一个相同的对象 对吧 我们副对象就会受到我们子对象的影响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打破这种关系 打破这种连锁的关系 就可以通过我们这种 临时的构造器来当作这样一个中间量 或者叫中间 对吧 创建这样一个空函数 并将它的原型呢 设置为我们的负极的一个构造器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new这样一个 临时构造 这个中间这个函数 这样的形式 来创建这样一些不包含我们负极对象的属性的一个对象 那同时呢 我们又可以从我们的负极对象的prototype属性中 继承这样一些所有的属性了 那怎么来做呢 可以来看 还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快速来写一下 接着 shape.prototype 就是不变的 .name的一个shape 包括toStream return一下 laste.name 再往下 像我们的2d shape 空函数 接着 我们在这儿先来声明一个什么样 我们的临时工作器 声明一个空函数就可以 我们可以VR一个 f等一个function 一个空函数 没问题 接着 将空函数的prototype属性 设置为谁呢 设置为我们shape的prototype VR一个设置它负极的 圆形属性 f.prototype 等于shape.prototype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接着还没有解决 我们2d shape .prototype 等于谁呢 对 new这个f对象 通过这样一个中间量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接着我们2d shape 重置一下它的这个 构造器 constructor等于2d shape 这就是一样的了 再往下也可以来添加自己的 属性 .name 假设等于2d shape 同样的我们的tringle 也是一样的做法 function side height list list .side 等于side list.height 等于height 接着 也是完成这样一个继承 通过我们的 中间 临时构造器 或者中间量 来实现这个效果 f.prototype 等于2d shape 等于2d shape 等于prototype 接着我们再来设置 tringle 等于new一个f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重置一下 我们的constructor 等于tringle 接着来添加自己的属性 包括我们的 得到 面积的这个方法 tringle .prototype 点一个get l 等于一个function return一下 list.side 乘以一个 list.height 除以一个2 没问题 这样就实现了 那接着你看 我们再按 刚才的 例子来做这样的测试 就不会 出现刚才的问题 new一个tringle 5 10 就可以解决了 得到它的面积 还是一样的 console .log my.get 接着再调用一下 toString 再来设置一下 先看一下 哎 包错了 第26号 26号 少了一个 包括号 好 2D shape 第20号 s应该是大写 20号 2D shape 第27号 这都是敲的快 大写 得到25 那接着 得到这个对象 toString 什么tringle 没问题 那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在保持 我们原型链的基础上 使我们负极对象的属性 不受我们子对象 属性的一个影响了 那不幸的话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console .log 给一下 mine. 点 小线小线的proto 指向了谁啊 对 指向了我们的2D shape 再点一个小线小线的proto 这时候 又指向了我们的 shape 再得到一下他的constructor 来看一下结果 应该是谁 对 function 2D shape 还在少一个 两层 再有一层 到了我们的shape 应该是我们的shape对象 没问题 找到了 那接着看一下 是否解决了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还是 对啊 一个s等于 new一个shape 这时候通过s console .log 一下s.name 得到的就不是我们的tringle了 而是谁 而是我们shape 就解决了刚才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看到 我们是通过 临时构造器的形式 解决了 我们副对象 和子对象 是同一个引用 当我们修改子对象 属性的时候 会影响 我们副对象的 这样一个问题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也来看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